好 另外呢 在美国这边同样也有一位知名的艺人 他是酒驾被逮 这是知名的歌星大贾斯汀 Justin Timberlake 传出他在纽约的时候因为酒驾遭到警方逮捕 而他的口卡照也曝光了 那么根据外媒报道呢 贾斯汀是17号晚间在纽约长岛的萨格港 和朋友吃晚餐参加判对 那么半夜12点半的时候还要开车回家 在路上遇到酒驾领警 结果贾斯汀拒绝 几个朋友也跟着囚勤 最后还是遭到警方逮捕 尚靠拘留 起诉书上还形容贾斯汀当时是浑身酒气 走都走不稳 却坚持说自己只喝了一杯酒 那么他在周二的时候获得保释 下个月26号的时候会以视讯方式受审 那哥们也担心这周末在芝加哥的演唱会 可能会受到影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